我们在老的时候不怕没有钱 最怕是有钱在地上你捡不起来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感觉了 所以在老的时候最怕没有人照顾 这个叫做遗嘱待用信托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动场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银行不做信托 所以老师才提供上面的这个部分 如何在子女跟父母之间的权利物关系 或是我们的侄子子女之间 把要照顾你的人跟你之间做一个平衡 需要应用法律的制度了 这个是老师智慧的结晶 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会碰到 因为很多人财产是想要给自己的小孩 但是不想给他的媳妇 或是不想给他的女婿 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爸爸妈妈当初花了大概2000万 帮这个小孩买了个房子 就登记在小孩名下 那么后来这个小孩就娶了个太太 生了一个小孩 那哪知道这个小孩不幸发生车祸往生了 在法律上因为是登记给这个小孩 所以就变成他的配偶跟这个小朋友呢 继承 那么就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 他心理上就非常痛苦啦 就是说我一个孩子不见了 然后财产也不见了 五祖登科一下子少了三子 连孙子也不见了 那这怎么得了呢 所以这个情形他就会非常的难过 他就找律师了 律师就来告诉说 这是借名在我的小孩子名下 那这官司就打起来 这时候双方是各自有立场 就这个配偶跟这个小孩来讲 他说这是我先生留给我的财产 是要养我们孤儿寡母的这个财产 那就做父母的来讲 这孩子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 这财产也是我当初买他的名义的 结果你现在带走了 你将来可能去改嫁 而且这个财产流入别姓的这个部分 他说不会啊 这个孙子也信你们成家的姓啊 等等怎么会流入 他说因为他跟人家改嫁了以后 他可能就被他给收养了 那这样子别人不是就把我的财产给夺走 这种事情其实大家是各有立场 而且是在情感之间如何平衡 那么当然处不好的时候 就要由法院去判 那像这种情形是发生在我们社会里面 非常常见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有讲过的 就是说这个当父亲或当母亲的就很拼 有三个小孩帮这个老大买了一个房子 帮老二买了一个房子 结果他帮这个老三买房子的时候 叫做村禅道死失方禁 蜡炬成灰才累什么 累死才甘愿 累死甘嘛 那这样这种情形的时候 各位他剩下的是一间旧屋 这一间旧屋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分给老三才公平 但是呢 这一间旧屋是遗产 在法律上就变成甲乙丙三个人是要均分的 那么就丙来讲说 你们都已经先拿了 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当然丙如果打起官司来 他会主张明法1173条 说这是先前的正义 可是先前的正义也不是都可以扣回来 必须要是结婚营业还有分居 这些才能够扣回来 所以我们在送给小孩的时候 还得把这个原因写清楚 而不是说有钱就送给他 那各位呢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能够归扣的 他们两个还是可以分 如果真的是这三个原因可以归扣 但是常常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这个原因很难证明 纵使能够证明的话 归扣的价值是什么 各位我们的法律规定是正义时 各位那有可能当初买的是两三百万 现在这个房子涨到两三千万 那你能够扣的也只有两三百万的这个价 不是现在的市价 不是现在的市价 所以各位经常发生这样的不公平的事情 因此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谈说 怎么样利用一些法律上的制度呢 来把这个事情可以稍微做预防或圆满的 第一 我们当初在替小孩买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写上这是借名登记 或是我们写感谢状 借名登记契约 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讲说 现在爸爸妈妈帮你出钱买房子 帮你出了一两千万 那各位呢这个有时候你帮他出钱了以后发生这种继承的事情 是他们拿走 各位如果你是婚后又帮小孩子出钱去买房子 他们将来一离婚或是分居达六个月以上改成分别财产制 他的媳妇或是女婿就可以拿走一半 那你这个时候变成你人才两四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或许说这个房子是我爸爸妈妈买你的名字去登记 是借名登记契约 各位第二个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说我爸爸妈妈帮你出了五百万或是一千万 各位那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就是写上借据 然后呢设定抵押 就是设定第二顺位二胎的抵押权 那将来如果他们要离婚或是发生这种死亡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当初说我出的这个钱是借给你的 那纵使这个将来是媳妇或是继承掉了 那你至少还可以去把它给什么 要回来 你可以处于进口供退口手的状态 像刚刚这一个第二种情形 你们两个已经先帮你们买了 各位如果当初这个父母亲内有说这是一个借贷 那么这里面有设抵押权 这个时候也是要纳入父母亲的权 成遗产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丙可以去讲说 你这里也要还回来 是爸爸妈妈的遗产 它就不会损失这么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可以这么处理的 各位第三呢 如果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那么这个A可以立遗嘱 把镇下的这个老房子移赠给丙 你先用遗嘱写的移赠给丙 说我往生了以后 剩下这个老屋全部要给丙 这个时候或许这两个人 他会来主张说 没有啊 这个情形虽然你有遗嘱 但是不得侵害特留分 好了 纵使让你有特留分 那么他也是三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也就是一个人只有六分之一 他们两个都出来 也是只有三分之一合起来 那我这个丙呢 还有三分之二 至少可以平衡一点 不会说是均分嘛 那第四个老师就来教了 你们想想看 还有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这个事情呢 变得更容易处理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生前就赠予 各位 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哦 我们买给小孩的时候 我们假设是要赠予给他 但是各位 你单纯赠予给他 以后是把父母亲赶出去 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形的时候 各位我们生前正义 一定要加上什么 付上一个负担 就是让父母住到百年之后 如果你不履行负担的话 不履行负担 我们可以撤销 那这个时候老师就在想啊 生前的时候就讲说 这房子已经先买给你的 赠予的时候 以后你不可以再分遗产 这个负担 如果你不履行的时候 这个饼呢 可以回头把你撤销 这也是一种方法 再来我们在生前的时候 做父母的 是不是要给小孩子买房子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种状况之外 你必须要这样子处理 各位 虽然买他的名字 但是你把它给什么 反信托 在父母亲的管理底下 一旦他不乖 你还有机会把它给除分卖掉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 当我们买小孩子的名字 或是财产过给他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走之前 我们应该都要 信托回来管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各位 第五个就是 虽然送给他 但是呢 反信托回来 在我们的管理之下 那么信托关系 一直要等到 我们父母亲都往生了以后 这个信托关系才会消灭 这个管理 最后才会归于你 用这样来控制 所以他就不敢太乱来 不敢太造次 我们经常就是 登记小孩的名字 我们就让小孩子 一起去缴贷款 结果小孩子可能把你卖掉 或是被骗了 或是被人家做宝 被插封了 你根本这房子 就会丧失掉 但如果你把他信托在这里 保管的话 这个小孩子 必不办 那你也是安全的 所以各位 第六个 我们经常还有 透过生前的正女 他这个人 他很想给他的侄子 他有兄弟姐妹 但是兄弟姐妹 当初都吵架 出不来 到现在的话 兄弟姐妹又比他有钱 那他的财产 不想给兄弟姐妹 只想给他的侄子 各位在这种状况底下 等到你死掉以后 那就兄弟姐妹继承了 那么如果你死掉的时候 没有兄弟姐妹 就归国库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想说 那我怎么样财产 先给我的侄子 那我说我现在过给他 我七十岁 我将来可以活到一百岁 我还有三十年 我过给他了以后 他会不会把赶我走 我自己都没得花了 所以各位这里面就相当的一个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老师就做这样的安排 说我会赠予给你 然后我们对这个赠予去公正 那么我是不是马上要过户呢 我还没有要过户 你这个侄子要对我照顾 要照顾我到老到往生 这个房子土地才能够过户 而你过户的话 将来就是选遗产管理人 或是有告继承人 用诉讼的方式 我们会写生前正与 死后才过户 那各位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呢 如果我现在过户 要交土地增值税 赠予税 有契税 印花 还有现在过户 将来有房地合一税 这个东西 税负太重 而且我生前就过户 我呢 没有保障 我没有保障 所以呢 就变成我死掉以后 才要过户给你 那么呢 将来各位 这里再加上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呢 就写说呢 我将来这些地啊 或者这些房呢 都是要给我的子子 那各位 如果你的兄弟姐妹 出来主张 有特留份 你在拿出生前 已经正与 而有公正的正与契约 说这早就生前要过给我 这个遗嘱不过 就是时候要过户的方法而已 这时候呢 各位 这个子子可以有期待权 愿意照顾你啊 他也不会说 我照顾到最后一无所有啊 所以各位呢 那如果子子在讲说 姑姑我照顾你啊 结果你最后的话 又被人家拿走 或是你不过给我 我照顾你不是白照顾了吗 我会跟他讲说 哎呀 你不要紧张 姑姑讲的话一定算数 各位你死了 讲的话算数有什么用 所以各位这时候 我们姑姑要怎么样做 我们就说 你不要紧张 你好好照顾我 我把这个财产先信托在你名下 让你管理 但是你还不可以把我拿去借钱 不可以处分掉 你先管理 那这样将来的话 我们又做了一个生前证与期约 又做了一个遗嘱 将来我指定你是遗嘱执行人 你就拿去登记就好了 把信托关系终止掉 就登记你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了 各位这样形式上 我们的子子已经有受托了 所以有所有权了 他不怕你咕咕跑掉 他这样子在照顾你 而且他如果不照顾你 你就跟他讲说我会撤销 我信托关系会终止 会撤销 那这个样子的话 各位 你这一些会得到好的照顾 我们在老的时候 不怕没有钱 最怕是有钱在地上 让你捡不起来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感觉了 所以各位 在老的时候最怕没有人照顾 你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把要照顾你的人 跟你之间做一个平衡 老师 今天把这一些方法 全部都交给各位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怎么样在不动产的处理上去处理 如果是现金的话 那就简单 就是一笔钱信托在银行 然后这生钱的时候 都是我这个老人在用 将来跟银行约定 我往生了以后 这个钱就给什么人 去领取出来护商账会 最后这个钱要给谁 这样子的话 可以指定特定的受益人 就可以把你要的财产 可以给特定的人 而把不想给的东西给排除掉 金钱或股票 这个在银行的信托里面 透过这种在日本2006年 这个叫做遗嘱代用信托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动产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银行不做信托 所以老师才提供上面的这个部分 如何在子女跟父母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 或是我们的子子子女之间 要保持这个财产的平衡 需要运用法律的制度了 所以这个是老师智慧的结晶 那么各位可以参考参考 以上谢谢